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大家他认为打架上为成功 朝野仍需努力 某些层面上面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真的蛮在意民生法案 他希望能够在意的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关心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布基哥就直接讲 这个叫做具体行动证明 他其实很在意 没有冲突性的民生法案 重点在最后一句 身为立法院长 希望重塑的是一个国会形象 让这些人民知道说 立法委员真的有今天做事 真的关心大家关心的事 可是就这么一现身 做个半小时 民进党有意见了 党男转召柯建民讲说 真的那么关心 不会看网络直播 现场去就是要作秀蹭声量而已 甚至还呛 说其实青鸟运动 韩国瑜是最后一个顽强抵抗者 然后还说问题就在他 甚至还说民进党要发起 所谓的诺曼帝反攻 大家开始在问什么意思 因为青鸟运动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在有一些粉砖上面看到说 准内战已经在进行中 现在又提到说诺曼帝反攻 现在是在用内战的规格 在对付这些在野党吗 执政党在对付在野党吗 大家开始在思考 这一些都是在国会改革法之后 国会改革法那个时候很想问的就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专案采购 比如说操丝口罩快塞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想问 最新又来了一个专案 这个是生理食盐水大缺 现在卫福部告诉我们 他们砸了2.5亿专案进口 一次进口400万瓶 原因是因为现在真的不够用 你会问为什么400万瓶2.5亿 算下来一瓶是62.5 有在买生理食盐水 有在带那个银行眼镜的都会知道说 这样是蛮贵的 他告诉你不是啊 因为你从国外买就需要货运 然后需要突然间大量的购买 那这些都是成本 那现在这个价格是多2到3倍的价格 网络上大家开始在问 说到底为什么价差会这么多 有一公升的可能价差就是27.5 那现在这个500瓶的价差是37.5 这些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大家想问从这次的生理食盐水 到我刚刚讲的巴西弹疫苗快塞 这些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业界突然都懂 好 卫福部呢 最近大家想问的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官床潮 好 现在呢 官床潮这么一件事情 还记得吗 昨天卫福部告诉我们说 哪有啊 我们现在护理人员增加 病床数也增加 全部都增加 没有什么官床潮 结果今天呢 卫福部长邱大元被问到的时候 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我们没否认官床 太多不一样了 他说确实啦 公布病床啊 护理师这些统计数字 没有办法代表大家所关心的事 在这里跟大家抱歉 为什么今天改口了 原因是因为其实 就连他们自己执政党的委员 刘建国都在问啊 真的没有吗 在第一线的医师也在问 是啦 你们现在说没有统计 原因是因为你们那个叫锁床 所以锁床就不列入你们官床 但实际上基层就是 有那个人力荒嘛 桃园879个人要离职嘛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名声上面 店价要涨了 当大家问到了经济部长的时候 他的讲法是 我的解决方式是 多买绿电 多从光电来补 大家讲说这不是废话吗 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觉得那太贵 才会问你有没有更稳定 而且更便宜的电力嘛 现在呢我们也看到 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云豹能源呢 现在转上市 6月6号开始申购 一张可以赚1.25 然后呢 大家都开始在讲说 哇 跟着发大财 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什么 则是呢 郭志辉他不支持补贴台电 因为他认为 电价一定要反映成本 可是回过头来 劳动部长何佩山告诉大家 其实呢 拨补就是一种改革 大家开始在讲这两段话 一个说补贴 不行 要反映成本 一个说拨补就是一种改革 是不是有一点的冲突呢 因为现在大家开始对于政府的很多立场 曾政府官员 他的所作所为 是会放大来看的 大家其实是有期待 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放大看的这种想法 那突然之间也看到了 这一位 现在刚刚到开发金上班的 我们的这个前次长 这个必胜 必胜兄 现在进去之后呢 突然发现开发金 爆量耶 股价飙涨6% 算是两年多来的新高 大家在问到底有没有什么利多啊 网友的回应是说 必胜 必胜 开发必胜 大家突然之间又开始从网络 政治 政经议题 联合起来讨论 要请教亮哥了 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些问题 从立法院开始好了 当韩国瑜出现在司法法治的时候 他关心的是打炸 可是呢 这个我们的柯总招讲的是 这个叫作秀 韩国瑜事上去 他也非常低调 而且他去也没有发言 他就坐着聆听 那打炸 因为行政院 行政院那个法律其实蛮重要的 是 因为韦汉就是受害者 他很清楚 他包括网络平台 电信业者都要刻以责任 现在郭智慧已经有被弄了 才刚上来 对 我 连黄仁勋都被弄了 非常离谱 所以事实上我也问了朋友 说在行政院那个版本 有没有包括对外商的管理 因为FB是外国的 还有LINE也是外国的 他说应该有 我们当然乐见其成 不过回到韩国瑜 韩国瑜是非常低调 他有问 他说这样区域会不会打搅到人家 等等 他也是通过幕僚 先跟相关委员会的主席 打招呼 然后他去了就不发言 他又坐在下面 30分钟左右离开 也跟刘四方一些行政院的官员 打了招呼 就离开了这样 我觉得没有错 因为我当立委10年 我真的没有看过 立法院长到委员会 真的没有 因为立法院长除了在院会 主持会议 朝野平手他可以投票之外 委员会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 可是 并不表示院长不能对某些议题的特别关注 比如说 有时候以前王院长也会去党团走一下 就表示关心哪个议题 他可能是用委员会的方式 可是 我觉得还好 因为 他同样又不是带着媒体大阵仗这样走进来 如果这样就不妥了 至于这个讲到生理食盐水突然又缺货 然后导致又必须要紧急采购 又跳过政府采购法的规范 还有我们医护笔 因为护理师严重不足 导致部分的房间要锁床这种事 这个坦白讲都是卫福部食药署 你对现有资源的统计出了问题 这坦白讲应该究责的 比如说食药署 健保署 我才不相信你们对生理食盐水 可能会有短缺的问题 你们会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及早做补救 还要用紧急采购 这个应该每个月都会有量 应该有做统计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 没有那么落后 说实在农业会 农业部 农业部对各种农产品的采购 都是及时的 我才不相信 卫福部对生理食盐水 对医疗器材 对护理师的资料 会真的不进入状况 我难以想象 我认为这个要究责 就是这个邱太元是刚上来 可是这个问题很久了 至少生理食盐水这个问题很久了 所以我认为健保署长跟食药署长 真的不能够说没有责任 说实在话 至于我们这个郭兄 我们的中长智辉兄 这个他以后 他以后他会各种压力都会来 因为你如果说台电 可以反映成本来涨价 那对不起所有的立委 就要去追究台电 目前的成本结构是不是合理 那各种就来了 你有没有这个 弊案 或者是有些事情浪费 浪费预算 是不是给人家的价格太高 那大家都来追究 这个事实上权力就是一种制衡 你要这样做 那你就接受 够力的监督 因为全台湾只有你一家 所以你说我要反映成本 问题是你的成本 是合理的成本 请教一下外航哥怎么看 这个是这样 因为郭智辉经济部长 现在大家动肩观瞻就看他 因为很多重大事情跟他有关 那他昨天这个宣誓 今天上了头版头 我也在看 如果他讲了以后 但行政院院长还要补的话 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可能 有 因为他想说 因为他是企业人出身 他这样一个企业 亏三四千亿 这怎么可能 这在搞什么对不对 所以他不支持拨补 可能问题是 现在就确定 核能就卡在赖清德总统手上 他不要 那不要核能 观众朋友 这个不是我言耸听 他必须涨电价 他只能涨电价 因为核能的 核三的一号机 今年的726退场 明年517 二号机也退场 那核能现在目前 发电成本一度大概1块多 但是燃油 那个燃天然气跟燃煤 都大概 因为国际涨了 这大概原本都3块多 现在已经到4块到5块之间 所以一个成本这样加起来 你看他发电成本 每一度电充原本有核能 虽然他占比没有很高 大概10%左右 那他会增加台电的成本 对不对 那你就靠拨补 拨补一千亿只让今年不亏 先前亏了三千多亿还没有打平 所以势必会让台电继续亏 对不对 那你又不让他亏 那只有一个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涨电价 对不对 我今天卖一个排骨饭100块 可是我那块排骨就要300 那我一定亏 要不然我那个排骨饭 卖350我就不亏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到时候就一定要涨电价 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除非就是经济部的部长说 我不支持波普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因为行政院长周中太说要波 所以继续波普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 看不懂是怎样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目前的那个核电 因为大家知道核电比较便宜 比较稳定 不只是说 我们现在讲电价的问题 有的人讲说电价没关系 对一点 我就知道安全 可是核能 十年前大家担心 现在民众其实并不担心 而且世界各国都在用 然后他的立法院也讲说 你只要松绑 他的讲法都给大家带来希望 然后再重重的一级这样子 先前大家以为 对不对 不是同志前讲 大家以为有吗 他现在的讲法是说 请立法院松绑 那个五年前提出 这个再使用研议的申请 因为现在没有松绑 所以等大家松绑 这看起来就我讲的第二任 如果赖清德有连任的话 那前四年不可能 再看后四年再说 但问题是要是松绑以后 监察院不是现在在看 但监察院到时候 还在不在不知道 说不定就废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地质层的关系 说这几个核能电厂 怎么样危险 所以他认为核电 要先松绑的这句话 也不等于他支持核电可以用 他说要研议就是20年 因为美国都是这样做 40年到了以后 再讨论变60年 所以核能是否在用 以及电价是不是会涨 还有是不是以后 就真的不播谱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跟经济部长有关 只他现在目前把话讲出来了 后续再看 最快就是今年的9月 第二次 今年度的第二次的 那个电价审议会的讨论 看会不会 就是真的就是再涨一次 今年涨一次不够 还是涨第二次 然后明年的5月17退场以后 明年电价到底会涨多少 我们就拭目以待 是 尖叫嘉宾哥怎么看 韩国瑜这个东西 我觉得老柯是故意的 他就故意想要挑起战争 但是我是很好奇 今天6月6号 诺曼蒂大反攻是什么 不知道啊 你要怎么反攻 我拭目以待好不好 老柯做一点 弄点东西出来 今天真的是6月6号 诺曼蒂登录日 弄个秀出来给我看看 那生理时间水这个东西 早在4月就知道 永丰要出问题 当时就已经有人在警告 当时卫福部给我们的 说法是什么 他已经有准备了 臭懂没问题 然后到了5月的时候 当时医界警告5月底就会用庆 怎么办 然后那个时候 卫福部就讲说 会用专案的方式处理 结果果然就这样 所以你们早就知道要缺人 你们一开始就打算 用专案处理 就是这样子嘛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们就是非要 绕过采购法去搞这些事嘛 不然的话一个早就知道 会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不穷尽一切努力 而是就准备等着用专案了 这让我们怎么不去联想到超吃鸡蛋 怎么样不去联想到小吃店的快筛 这是你们一脑自己造成的 不要说我们有疑心病 是你的做法让人家很容易疑心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 然后互并比这个东西 台湾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我想这个世人都知道的事情 邱太元当然他是一个比较软的人 可是他这样软性的回答之后 感到很抱歉 在这里向大家说抱歉 然后呢 然后怎么解决 不是 部长不是来说抱歉 部长是来解决问题的好吗 你要告诉我你们接下来 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 不然的话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因为实际上大家记不记得 赖星德还在竞选的时候 当时就有人跟他讲说 护理师人数不够 请问大家记不记得赖星德怎么回答 我们广设护理学校 我们学生更多 你脑袋有动 不是学生不够多 是学生毕业之后不想去当护理师 问题在这里 那你的环境一直不改好 人家为什么要做下去 所以这是你们要去改变的 不是抱歉就结束了 抱歉解决不了问题 抱歉问题还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郭志辉 还没有进入状况 他第一个这个回答我就觉得很好笑 核电受限法律 会优先考虑从光电来补 我都不知道光电能够补 光电怎么补 你叫这些半导体高科技大厂 太阳下山就打烊吗 不然的话我们国家有什么 超大型的除能设备 没有 那这个光电 那人家太阳下山之后怎么办 不要用电吗 所以郭志辉我觉得他完全状况外 然后更糟糕的是什么 你知道 他说了像刚尾翰讲的 他说了很多不是他就能决定的事情 那请问一下结果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 郭志辉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 他大概是内阁中第一个先走人的 会扛不住是不是 我觉得他自己也会不想扛 因为他会发现 这整个世界跟他想象完全不一样 所以赶快闪人 对他可能是一件好事 陈业界来的那个时候还说 这个算是这次内阁的亮点 可是现在呢 其实对于百姓来说 大家想要的真的很简单 就是稳定的电 那电价已经涨过了 是不是今年可以不要再涨 很多人的心理的想法是说 生活又失败了 政府可以赶索帮助一下 可是问题是 真的能够达到大家的想要吗 大家的声音政府听得到吗 我们先进广告 在这边不见过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先进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